Hello,大家好,我是Poker的亮子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波卡生态 为什么没有一个Meme图狗项目 熊市可太无聊了 每当熊市总会开始出现一些新的Meme项目 像病毒一样传播 比如最近铺天盖地的 不管是公链Arbitron上面的Arbitron Doggy和AI Shiver 还是以太系搞怪画风的MemeCoin Peep Warjack 只要你在Web Street落户了 就能铺天盖地的看到这些消息和图片 毕竟Formal情绪和大起大落的B架 还是能掀起一些风浪 Peep是一只大眼厌世绿青蛙 偶尔头戴小红帽 心思很重 满脑子想着凭一几只力 吊打前途狗们 官网介绍也非常的狂 狗狗B时代过去了 Peep时代来临了 还刻意一个个点名 这些这些这些都不行 Warjack 一个碧绿的碧眼赤裸半身屌丝 官网更是简单粗暴 没有背景交代 没有一点多余的信息公布 妥妥的三无产品 但Twitter动图可是一点都不少 只见一路狂飙 币价也是亮下各位的双眼 可谓厌世风和绿色系才是流量密码 怪不得想要生活过得去 必须头上带点绿 然后是Arbitrum赛道的新秀 Arbitrum Doggy 和Ai Shiba 这两个Meme项目 都是直接空头给所有领导 Arbitrum代币的loser 价格数据表现也是惊到大雅 此外 这两个项目都分别设置了一些特别的玩法 Arbitrum Doggy 引入了DeFi和Lockdrop奖券的玩法 后续还会推出NFT Ai Shiba也是Arbitrum的链上项目 除了用Meme的属性之外 还有相应的Ai Shiba OG NFT 持有其NFT还能获得不同级别的空头 也结合了很多DeFi的玩法 这里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相信老韭菜们都已经对这几个热门项目了然于心 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看看详情 相信你能有更多的发现 但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图购项目呢 市场上通常称这类无媒体报道 无正规宣传渠道 无神经无白皮书的三无项目为图购 一般由社区或朋友圈突然传播起来 讲的有点官方了 直白一点就是空气壁 没有落地应用 没有未来规划 熟练驾驭空手套白狼的小手段 Meme有价值吗 既然没有落地应用 为什么还会暴涨呢 那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就是项目方手持大量筹码 所以可以轻松敲通币价来吸金 营造海市蜃楼的假象 也就能顺利引导大众的FOMO情绪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流动性的外溢 只有生态有足够资金流进场 才会产生流动性外溢的情况 加上FOMO和炒作 也就能出现Meme的暴涨 比如Arbitron生态的近期的火爆 自然就有大量资金进入这个生态 才导致的流动性充足 并开始有外溢的倾向 所以和这两个MemeCoin大涨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那说到底波卡为什么没有出现土狗项目呢 总结一句话就是 波卡生态的成本太高了 为什么成本高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波卡设立了插槽的门槛 而接入波卡生态必须要通过拍卖获得插槽 土狗可没这个钱 甚至土狗都不会花钱省计 别说花钱竞拍插槽了 再说通过重贷质押大部分的资金到波卡中级链上 还怎么用大资金拉攀杂攀跑路呢 不存在的 由于波卡的整个氛围技术派非常的强 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基于现有的区块链上的弊端 做一些前所未有的创新 比如解决单链无法互相跨链 避免ICO割散户跑路 改变单链无法扩容 手续费和时间成本极高等问题 所以凭着做事的原则 从技术角度出发 Polkadot一心想要完全颠覆市场上的现有逻辑 可谓是一个创新者 至少现在看来 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先驱 波卡真正正正正的在试图打破整个web3世界的现状和可能性 也就是为什么设计了平行链茶草拍卖机制 Unpost Staking 机制 Cralon 重贷机制 在最开始想要加入Polkadot生态的项目都需要极高的成本 这也是当时全球韭菜 机构 社区真相formal的原因 因为概念确实新 闻所未闻 想法确实奇 创新并且具有颠覆性 可以说当时能与之抗衡的跨链项目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整个生态的声望非常良好 甚至说长在波卡生态上 强大的社区力量和极高的质押成本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Meme图狗项目 愿意在波卡生态中生长的究极原因 贵啊 图狗为啥要在这么大的成本之下去换取安全性 图狗需要的不是安全性和长期锁定通证 图狗需要的是快速涨跌大量持仓 保障生命周期在一到三天甚至一到两个小时 让韭菜连出逃的机会都没有 那既然没有图狗项目 波卡生态吸引的是什么呢 由于波卡提供了非常好的安全性 以及稳定的跨链性能 且手续费低 也在早期吸引了很多注重安全性和跨链需求的项目 在波卡生态扎根 像Moonbean、Astar、Arcala这样的黑马项目 在早期就选择部署到波卡生态 并联合社区力量进排到插槽 Poker的官方最近发布了博客 分别介绍了前41个平行链 所有生态内的平行链进行了汇总和分类 涵盖了去中心化金融DeFi 系统链、智能合约、社交媒体、数据、ID、隐私、存储 和基础设施 以及互联网、NFT、游戏和元宇宙 可以说以太坊上项目类型也在波卡上有相应的呈现 根据最新的Masari发布的波卡2023QE的报告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2023年第一季度 Poker继续布局网络发展和扩张 财务表现也很稳定 市值季度环比增长51% 收入环比增长28% 支出了140万国库的DART 用于基础设施、社区活动和流动性供应 此外跨公司消息格式XCM使用率稳步上升 XCM通道增加 Polkadot的验证器稳定性得到维护 具有高中文聪系数 这个系数就是衡量项目去中心化程度的准确的方式 并且波卡还顺利上线了提名池 Polkadot的近50%的供应量被质押 侧面也反映了理想质押率机制是有效的 Polkadot推出的XCM v3、OpenGov 系统平行链、异步支持和平行线程 也在2023年中网所归 并且波卡致力于培育忠诚的开发者社区 这就为波卡的持续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结一下 波卡虽然已经过了FOMO期 资本和机构的眼光已经开始转移到新的叙事上了 但是波卡强大的底层技术支持和安全性能 是无可厚非的 加上波卡持续的开发者社区的培养 为5年10年后的波卡 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沉淀技术 持续迭代创新 静待花开 相信你听完今天的内容有很多想说的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直接留言在评论区 也欢迎给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最后提醒一下珍爱资产远利涂钩 那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